终于到了 安排了心心念念的椰子下午茶 都是我的最爱 椰青的开口难度 简直是老椰子的一成难度 也不用买什么开椰神器 在家用刀就能轻松搞定 我们先来做椰奶冻 椰子里的残渣过滤一下 再和牛奶椰浆淡奶油混合 倒倒入奶锅里 再加白糖 煮到温热的状态 再加入提前泡好的穷纸或吉利钉片 全部融化就可以倒入椰青里了 再撇去浮沫 多余的可以倒入小碗里 也拿去冷藏 趁着冷藏的时间 做个椰子口味的迷你小马蜀 这是我做过除了蛋挞 第二简单的小甜点了 只需要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起 搅一搅就可以了 最近发现了一个做烘焙的小技巧 不要以量定准 而是要以状态 随便用自己喜欢的裱花嘴 挤在烤盘上 做出来真的是满屋飘着椰子香 做好后奶冻也冷藏好了 上面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水果 看着这颜值 突然有种开私房的感觉 接下来做喜茶桶馆 生打一叶奶冻 椰奶的部分可以自调 用椰浆淡奶油牛奶和椰汁代替 做出来真的无敌好喝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